我先问一下 因为我们在节目里面 跟好几位 就是也是演艺圈 或是在传播界的朋友聊过 就是他们的家人 得到失智症的那些过程 那个照顾 我刚刚讲那个七成左右的人 会有想要同归于尽的 那样的一些念头 你没有过这样的念头 我没有 因为第一个 我们家人口本来就少 就只有我跟弟弟 弟媳妇 我妈妈 所以我们 我妈妈年纪也大 所以我们必须找这个 外国的雇用者来帮忙 那再来就是说 因为我们还蛮有爱的 就是不会说觉得说 这一定是你的责任 或是他的责任 我也没有因为我嫁人 就是说这是你的 你是男生你要负责 没有 我们大家都一起 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在分担上 情绪的分担也好 然后很多事情 照顾的分担也好 其实我觉得我们调配的 蛮平均的 OK 对 只是中间有一段 时间比较辛苦 那请问一下 当初怎么发现 狼叔有一点 就是失智的症状 先是很好玩的状况 就是过了年 然后我们都给红包 对 那他反正也还乱买 他身上很多小玩意儿 都自己买了 对 然后他就 后来才没过一个多礼拜 他就突然间很不高兴 回家他就说 你们今年过年没有给我红包 你们没有给我 有 有 我们那天吃饭的时候 不是我跟祖民一起把红包给你吗 没有 今年没有给我 打死不承认 但我们也不可能去搜他的东西 本来我们以为他想骗钱的 因为长辈有时候会这样 我爸爸以前买药都是先跟我伸手 再去跟我弟弟伸手 伸手 有这样的 很贼 有以前这样的经验 有 然后就觉得怪 那我后来也没有想太多 我想说 我在想说他是不是又搞丢了 OK 因为他干过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那时候还没有失智 两万块钱生日礼物 两万块钱 我说你自己随便买 然后呢 他就跑去搜狗 去买了一只万宝龙的钢笔 就是那种限量版的 还刻上名字的 高高兴兴地挂在胸口 胸口有个吊挂 他就挂在那边 然后很高兴 还没出搜狗呢 那个钢笔就不见了 剩盖子 请问你是钢笔店 你会因为你掉了笔身 跟人家说我剩个盖 给我配个身吧 谁理你啊 对啊 对 他不敢讲话 两万块钱花掉 不敢讲话剩个笔盖 他憋了很久跟我弟媳妇讲 还跟我弟媳妇说 不要跟你姐姐讲 然后我弟媳妇有一天也憋不住 他说结尾是要跟你讲 你不要生气 我听完一点都没有生气 我觉得那就是我爸 但我就觉得我要整他 所以我就跟他说 爸 你那个红包钱 生日钱买了什么 就那个呢 我说什么 什么听不懂 那买了 买了支笔吧 万宝龙的 两万块 笔呢 我没见过这么贵的笔 让我看一下 那个笔放公司 那么贵的笔你放公司干嘛呢 不是就那个 就是一直混 然后他说掉了吧 剩盖子 他就不是嘛 你这么贵的笔 笔身怎么不牢呢 我都还没出去 我说你就是掉了 讲不懂干嘛 所以他有这个记录 我就在想说 他可能又乱买什么东西 不敢讲 后来我就再给他一份 但是再接下来就是 他突然跑到我的剧团来找我 我说 爷 不是跟你说你要先问我在不在 可能不在 我怕他扑空嘛 扑空他就会有点失望 他说 我本来没有要来找你 我要找你弟弟 可我坐坐车坐到一半 我不记得他办公室在哪了 看到你办公室这一站 我就下车了 想问问你怎么过去 我就觉得奇怪 我爸爸基本上是一个人体的GPS 他真的很厉害 他新到一个城市 他就去外面逛一逛之后 就跟逛他家一样 可以这么熟 好厉害 然后他怎么会不记得 我弟弟办公室在哪里 再接下来 以前住关渡的时候 附近有一个餐厅 是那个Vivian 徐若萱老爹开的 爸爸开的 徐老爹开的 我爸爸跟他很要好 常常就是下班去聊天 最晚也不过就是十二点多回来 渐渐地开始一点不回来 两点不回来 去找他 他的回答就是 我不知道这么晚了 时间开始模糊了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学护理的 我妈就觉得不对劲 几件事情对照下来 就说不行 我们要带她去检查 所以算是发现得蛮快的 那个时候郎叔大概几岁 79 那也很高龄 对 79 那时候去新光医院去诊断了 然后就测量之后就是说 是已经开始要往中度去了 已经开始要往中度了 这么快 就这么快 就几个月的时间 你听到医生说 我听到的时候其实我没有什么概念 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还没有开始研究这件事情 我只想说 那就是 就这样 我没有什么感觉 那我妈妈因为学护理他可能看一些东西 他也觉得说 那好 那是很多事情要开始准备了 所以初期其实都是我妈妈 那我妈妈算很冷静 赶快就请了外界 你那时候听到说郎叔有失智 说已经轻度偏中 对 你那时候会不会担心有一天就 你知道对失智人来讲 对家人最残忍一件事情就是 就是你是我这么熟悉的人 但是结果有一天我发现 你竟然是最陌生一个人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 我在你面前你生活都不知道发生 我是谁 我父亲病了大概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刚好比较忙 比较少回去 他是一个很爱漂亮的 你看他穿的花不溜充就知道 头发一定都染黑的 然后那天回家他戴着帽子 我一发现 我就发现怎么有白发 我想说比较没出门 结果我那天是要带他去看金剧的 看李宝纯老师的金剧的 他很开心 我先生开车 下楼坐在车上 然后我坐在后座 他那时候把帽子一摘下来的时候 他满头白发 我长那么大 没有看过我父亲满头白发 我坐在后座我整个惊呆 我在那一瞬间才明白 才接受我的父亲老了 这件事情的事实 我当场在车后面哭的 还有我爸耳朵不好 他有一点重听 我在后面哭的 我先生在开车一直看我 我就跟他说不要理我 因为我那一瞬间 我才觉得好痛 原来一直都觉得 爸爸不会变老的状况 因为他一直都是黑头发 白头白发 然后之后他又 因为饮食控制 又开始瘦了很多 其实真的 然后我就开始害怕了 如果有一天他不记得我 我可能会崩溃 OK 朗叔后来有出现 包括行为局这边 你知道有的人会变得暴怒的 有的会疑神疑鬼的 有的会看到神鬼交锋的 什么玩意都可能会出现 朗叔后来有出现一些这个吗 他也有出现那种 晚上他不睡觉就是对着天花板 几咕 几咕 讲一些没有人听得懂的话 好像在跟别人聊天 他也会 他晚上 所以我们家那个Amy很可怜 常常被他搞得不想睡觉 一个晚上就在那里 他就在那里面聊得好开心 然后他有一次就是晚上不睡觉 他就起来了 那我们家Amy被他累坏了 好不容易睡着了 你知道三四点钟的时候 是最好睡的时候 他爬起来 爬起来然后他就去 那一天Amy忘了把门扣上 我爸就把门打开了 打开就走出去了 走出去问题是那个又是新家 他生病前才搬去的 所以他印象不深刻 他出去了 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上穿的是睡衣 什么都不知道 他有要去台式上班 那我们的那个电梯是刷卡的 就好死不死 他站在那摁电梯的时候 一个小姐 小姐上来了 他就开 门开了他就进去了 进去了 那个小姐上楼来 就到他那一层 门开了 我爸爸就出去了 出去就跟着那个小姐 那小姐心想说 怎么半夜有一个老头穿了睡衣 跟着他后面 他说你要干嘛 他说不是 你快点 去开门 我要去申请名单 等下七棚录影了 他还在上班 对 他还在上班 那小姐就 你在讲什么 把你动作快一点 等下来不及 我要录影了 那小姐吓坏了 打电话给社区警卫 警卫就上来去把他接下来 接下来坐在那边 他还一直跟人家叨叨叙叙 那是什么事情 我要录影了 人家就跟他说 你记得你是谁吗 还好他还记得他的名字 他写了 再还好我们家姓太特别了 所以他一看我爸爸写狼 他就说 那个几号几楼狼先生的父亲 因为我父亲比较少出来 OK 然后才带回家 对 他也有这样的事情 对 他会要找小燕姐 这个事情蛮有趣 他是发生两件事情 时间蛮近的 前面一件是他 我妈妈跟我说 你这几天有没有空赶紧回来 我说怎么了 他说你爸这两天发脾气 发脾气 因为只有我治得住他 我就回去 我就问他说你怎么了 他原来是他在跟我妈妈结婚之前 发生的事情 五六十年前的事情 他说 那个同事 骗了他的薪水 一个月的薪水 然后说要干嘛干嘛 他就很好心把钢链的薪水给他了 他说我给了他 然后我没钱做的时候 走好久的路回家 就是骗他的钱 那时候薪水六百块钱 OK 对 五十五六十年前 六百块钱 蛮不做的 然后他就 他就说他骗我 气啊 气啊 还在气这件事 问题是我们从来没有人听过 他讲这件事情 我就看他在那儿气了两天 我就想想 好 我就过了一会儿 我就拿了六百块钱 一张五百的 一张一百的 然后他说 爸 跟你讲 那个人抓到了 抓到了 你看六百块 他还没花呢 还点你 我爸爸非常慎重 把他折好塞口袋里面 我说那要不要报警 爸说算算 钱还了就别报警了 叫他以后别这样 我心里还想说 赫 你到底真的假的 以前的钱是绿色的 现在 对 以前的钱是绿色 但他犯不着骗那六百块 他真的收下来 心情就变好 他跟我们说不要告他 不要告他 以后知道悔改就好了 然后接下来发生一件事情是 他在洗肾嘛 然后那一天是洗肾 才洗一个多小时 我爸爸就不知道看到什么了 他就是有感觉了 然后他就要把管子 那多恐怖啊 我们Amy就是 爷爷 你要干什么 我爸爸就很紧张说 快快快 那个我看到小燕 小燕跌倒了 这都是血啊 我去救他 我们Amy根本不知道谁是小燕 对啊 就在弄弄弄 后来我连我妈妈也过去什么 反正就是后来回去 孩子在那里 你们让我出门啊 小燕受伤了 我也要去救他 然后我妈就跟我讲 我就非常忐忑地打个电话 给小燕姐 说您都好吧 你以为 你以为搞不好 叔会遇见到 不小心 对不对 不小心 反不理啊 反不理啊 对 你都好 他说我很好 我说那好 那就好 我就跟他讲了爸爸的情形 小燕姐非常可爱 他说狼叔想我了 你跟他说我明天下午去看他 讲好三点来我们家 那天你看我爸真的很错乱 他时而这样 可是那一天 他知道小燕姐要来的那天 早上八点钟就坐在家里 怎么还不来 就一直问 人呢 怎么还不来呢 我又看到了 看到他没事情 一直跟他说三点三点 过五分钟就 人呢 就一直重复 这样 然后到小燕姐来 他那天就非常非常的开心 然后确定小燕姐没事 怎么怎么怎么这样 他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形 对 刚才一开始 人会讲说 因为你们家的人口 就比较少 就爸爸妈妈 一个弟弟弟媳妇 他们家有小孩 OK 我跟我先生 那主要照顾者是谁 主要照顾者其实是 后来其实是外籍雇佣 比较多 因为我觉得也是老天爷 很疼我爸爸 他可能一辈子好人吧 来的那个Amy 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 而且两个人感情很好 在Amy来之前 第一个人走的时候 中间有几个月的时间 然后就变成我母亲主要照顾他 我们就是只是常会去看他 因为都要工作 那我妈妈因为 就像我讲的 好不容易我们都大了 我爸爸也不用人管了 他自由了 他开始去学这个 学那个去那个去那个旅游 他开心得不得了 突然间你又把他叫回来 去做这些锁在家里的事情 因为我爸爸已经必须要人家 帮他做饭 麻烦的是什么盐 重量 水分 糖分都要注意 所以那个煮那个饭 就已经够麻烦的了 那两个本来就是夫妻 本来就会有一些局域 对 然后我爸爸又 又是会闹小孩脾气 就是那种 因为煮出来东西不好吃 跟他以前吃重的胃口 为了要健康 其实那个 就没办法顾美味 尤其他很少很少 他常常就是饭 妈妈好不容易做好 他就是桌上一推 不吃了 真的不吃了 不吃了 难吃 没有味道 你看这样子周而复始的 一天可能两次 就算一天一次 你这样几个月下来 我妈妈受不了 然后我爸有时候 会跟他赌气 就故意尿尿 我妈就得处理 就两个人弄得 我妈妈后来就跟我讲说 我告诉你们 再不把人找到 我要忧郁症了 那大概照顾多久 几个月而已 你看 几个月 就会出现这样 那更不要讲那种长期的 是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父亲 我妈妈要崩溃了 所以没有办法 可是新的还没有接续上 要 这么安养吗 我就在想说 那是不是就变成是日间 日间照顾 晚上送回来这样 晚上接完 他去看 他去看那天早上 我弟弟开车上来 上山 然后呢 我就从山上下来 教会我弟就走了 然后我就 转身去拿东西 推他轮椅的时候 去推他轮椅的 那时候回头去推他轮椅的时候 他看着我 看着我那个眼神 真的我到现在 都没有办法忘记 就是他那个时候 非常清醒 他就这样看着我的眼神就是 你不要我了 对不对 你知道我的心 我都听到我自己心在里面 一声都烈了 可是因为为了要很多事情 我就忍下来 我就说 没有 带你去参观一个地方 这样子 他就一直都不讲话 但是他对外人不会怎么样 就是他们在那边安排活动 然后就说 那你让伯父在这边 跟大家一起互动 我爸也老老实实坐在那里 跟大家 开心 我就去 开始去看 因为他又需要有医疗上的照顾 对 所以更麻烦 然后讲了费用什么什么 我再后来去接他到门口 另外叫了一个熟视的车 那时候我先不在 所以我只能叫车 然后叫车呢 上车他就开始闹了 他说 我要吃早点 我说你早没吃吗 我也没办法去确认 应该是吃了 我要吃烧饼油条豆浆 可是我们出来已经中午了 很多就没开了 就真的计程车 在街上找了找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进去 给他叫了烧饼油条 给他叫了豆浆 我想说偶尔吃一次 没关系 他呢 吃那个烧饼的时候 就弄得满桌都是 然后他豆浆给你打翻 我就知道他在闹脾气 我也没有怎么样 我说好 那吃完了 吃完 好 回家 好死不死 我那天没有带 家里大门的钥匙 我妈出门了 我们就在楼下等 楼下等的时候 等一等他就 突然间 平常腿不太好的 突然间站起来 我想Yu就站得这么快 怎么了 生气嘛 他说 我要尿尿 就是楼下 没有啊 我们社区里面没有厕所 我说把你等一下 妈等一下就回来 他不管 他转身跨出他的那个轮椅 然后就走到旁边的花圃 啪 就尿尿了 我又不方便走过去 我就站在那边 希望都没有人经过 还好那段时间没有人经过 然后他尿完 他裤子一穿 然后他就自己坐回来了 我真的很无奈 我跟他讲话还不理我 然后后来我就从那个 楼下都会有那个 放宣传单 那个废纸的箱子 找了一张纸 我就写了几个选项 一 住家里等我来用照顾 二 日拖 三 怎样怎样写给他 这时候超清醒的 一点都不犹豫 就勾了第一个我要在家里 他就怕被丢掉 所以那个 也很难 但是一样我们也听过 很多个暗示 就是说真的 他们当他们真的需要 被护理的时候 因为他会被照顾得更好 有医护人员照顾 比如我们自己照顾 因为你家人会生病 你可能有一天翻他的时候 哎呀 自己也爬不起来了 那一类的 但是就会有很多 亲戚朋友开始说 没错 不笑 把爸妈丢掉了 丢掉那些人不会去看他了 就很多很多 所以照顾者的压力 为什么会大 不只是来自于亲戚朋友 比较少照顾的兄弟姊妹 都会有问题 那当然有些时候是推来推去 就是今天31 你还不赶快接走 不是 住谁家 今天还是8月呢 9月才轮到我呢 还有31 没有 我只照顾到30 也有这种的 对 那郎叔大概几岁走了 84岁 所以他也有五年的状态 那后来是郎叔自己 你陪他到医院 他跟你说他不想 他其实我觉得他到后来 因为他还有慢性病的关系 那到后来他就很容易被感染 没事 三不五时就是又肺炎了 就一直肺炎 他心脏也弱 那就急 到最后那一年 就是进进出出 然后后来 他在走前的一个多月吧 他又肺炎了 进去 我去看他 然后呢 我就问他说 那你要下来吗 我推着你去走一走散步 还是你要继续躺着睡觉 他坐在轮椅上半嗓不吭气 我说怎么了 然后他就转过头来 我在他这一边 他就转过头来 看着我 他就说 女儿啊 我累了 你让我回去了吧 我其实听到第一次的时候 有点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说明天就出院了 他说不是 我真的累了 你就让我走了吧 我就 哇 他这样讲 其实我觉得他很清楚 就知道自己的身体撑不下去了 然后我还是依旧跟他说 对啊 明天就回家了 你就不用待这儿了 他就叹口气 没说话 躺回去就闭上眼睛这样 然后 等艾米回来 我才跑出去哭 然后他 对 一个多月以后 然后走的那一天 其实我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 为什么 因为我弟弟他们 我弟弟妈妈他们住在景美 我住阳明山 我弟弟 传简讯打电话来给我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了 然后我赶回去 路程 因为一南一北 路程 那主要是因为我爸爸 没有很久 没有很痛苦 就是他 发现他喘不过气的时候 那时候家里已经有氧气了 然后他喘不过气 氧气也没有用 他还是一直在咳 咳咳的时候 我妈妈是佛教徒 我妈妈就拍着他 然后跟他说 他说 你很辛苦 如果你看到阿弥陀佛来接你 你就去吧 你的儿女都很好 我爸爸叹了一口气就走了 十分钟不到 所以我没有看到他最后一面 然后那天 我们都尊重未亡的人 因为妈妈 他还是要照传统的佛教去办 所以那天爸爸刚走 事实上妈妈已经联络很多联友 就在家里面已经在念经了 我爸爸身上已经盖了那个网生被了 然后我进家门 我当时就冲到他的房间 我就看他盖的被子坐在那边 然后我就要去接那个被子 就已经被拦住了 然后之后我就哭 我妈妈就一路把我推 推 推到客厅 不要哭 不可以哭 你这样他没有办法走 我当下我好生气 我当下我就推开我妈妈 我说他是我爸爸 你是我妈 你把我推开 你太过分了 就旁边好多联谊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我妈妈才一直安抚我说 你不要在他旁边哭 他会舍不得走 他舍不得你 所以我就在客厅里面大哭 而且对老公来讲 当然最后也许有一些话来不及讲 但不管怎么说 后来你决定把爸爸留在你的身上 对 因为他是5月18号走的 然后葬礼是在6月2号办的 那比较惨的几件事情是 我6月2号办完丧事 我6月4号上台演包岛一村 再下一个礼拜我上台演相声 那是极为痛苦的事情 相声你还得逗人家笑 没错 就是红着眼睛 然后吓得他又哭 而且变得很瘦很瘦 然后之后就是 紧接着你大概6月开始 就会发现什么呢 最恐怖的东西叫父亲节要来了 真的是铺天盖地的广告 电视 手机 路标 所有的东西 商品 报纸都在讲父亲节 我要疯掉了 就是活了四十几岁 我没有过过没有父亲的父亲节 我完全没有办法 听说有个报道写说我要去撞火车 没有这件事 我不知道他自己怎么延伸的 然后我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 我被弄得喘不过气 我觉得一定要做一点什么事情 所以就在8月8号父亲节的前一天 我觉得我过不了那一天 前一天我去找了一个刺青师傅 商量好了一个图 然后8月8号那一天 他听了我的事情 他说 阿姨 你能帮我来吗 中午饭吃饭 我说应该的 然后他就去 他就等他下午来就帮我刺青 那我还选了一个图案是麒麟 一个古麒麟 因为我父亲原来的名字是麒麟的铃 到台湾登记户口 因为觉得很难写 改成双目铃 有没有这么混的 对 它是麒麟的铃 所以我刺了一个麒麟在脚上 这是它的头 是它的尾巴 你现在只要看到这个麒麟 就觉得对 爸爸在我身边 然后而且我还会跟他说话 我选这个位置就是因为演戏 最不容易被干扰到 那在舞台剧你会全身看到 对 然后我会贴抚胶 台上看不见 我在贴的时候我就跟他说 爸 你先睡一下 包括剧场有时候好朋友 一看到我贴的出来 他说狼叔睡觉了 我说 好 最后那一天 然后最后那一刻没有看到狼叔 你的那个反应绝对能想象 你如果那天 在最后那一刻你看到狼叔的话 你有什么会想要跟他说 我会跟他说两件事 你跟镜头直接讲 你直接跟狼叔讲 我会跟他说 我说 爸爸 谢谢你这段时间 一直以来都没有忘记我 然后 你就安心地走吧 我跟弟弟都很好 你帮我们教得很好 你来不及活的份 我们帮你活 你教给我们的美德 从我们身上发扬 安心走吧 我想狼叔应该听得到这些话 所以他就没来找过我 真的 他都没有入梦过 没有 这是好事 对 有一次做梦就差一秒钟 什么叫差一秒钟 我梦到我小的时候 回到小时候的家 那是小时候念幼稚园的家 可是我在梦里面是高中生 那个老房子 等于说我三个住的地方合在一起 然后就是窗户是第二个住的家 然后一楼是第一个住的家 然后走廊是另外一个家 然后我就是背着书包 因为有那个夕阳回家了 然后我就把书包放在那个窗边的沙发上 我后面走就看到厨房 我就看到厨房在冒烟 那个音韵 爸爸在煮好吃的东西 可能又在蒸馒头或蒸包子 好开心 我就往那边 而且我心里面的欲望 是非常非常强烈的 就是我叹镜头就可以看到爸爸了 我走到那个门口还没叹镜头 那我就学妹在旁边 郎姐 郎姐 我们要起来了 然后我就 就一秒 就一秒 我没有办法醒来 我就坐在躺在那个床上的时候 你给我一分钟 我就停下来 为什么要给我一分钟呢 因为如果现在让我起来 我就会中她 可是她很无辜 对 对 差一秒 对 那一秒 对 那一秒的遗憾 但对朗国兰 朗国兰 我刚刚讲出来 来宾都讲说 其实那是好现象 表示她安心了 她真的是安心了